欢迎收听节资料我是小杰 今天路易城市2023年6月8号早上的6点 现在我是刚开完了一个四个半小时的会 我现在精神非常的诡决 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细节 这一集我们又要来讲一些我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显示 这一集是工作片 这一周我真的几乎是没有在更新旅游的 正确来说我还是更新了两集相关的旅游 这有达到我这个旅游周更的水准 但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真的是 最近有太多东西想要讲了 所以就很多很多我自己的私事这样 那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杂事跟私事 我们就先把杂事讲坏 首先就是今天的Dwin器材又换了 我今天Dwin器材又换了一台 我笑想很久的一台 就是Rocaster Duo 那这台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台 它是原本的Caster Pro的大概有三分 大概三分之二大小到大概一半吧 大概是一半的大小这样 那这台因为本来Caster Pro我是用一代 一代它可以进非常非常多轨 我其实根本用不到那么多轨 就是我最多就是我跟Sindy这样子 我目前还没有访谈到三四个人的需求这样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使用这个DUO 那我自己顶多再加一轨这样就好 所以其实我需要一个是稳定 然后又抵造又很低的一台机器这样 那其实Rocaster Pro一代的抵造有一点点大 那相对于现在这台Caster Pro Duo 还有Caster Pro的二代 那就有一点点 没有Pro了 对不起 这台是Caster Duo 那就有一点点差距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预算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上Caster Pro二代 或者是Caster Duo 因为我目前觉得好像蛮好的 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一集 可以跟我反映一下说 这一集你觉得它的音质怎么样 然后我这一集是新的器材这样 好那当然讲完这个器材 新器材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器材党 那只要有新的东西我就很开心 再来就是说我这一周我去做了雷射手术 就是近视的雷射 那我是更开心的 因为其实这灯友观望非常非常的久 一来是它很贵 一来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带影线眼睛就好 而且我带影线眼睛的这个需求 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高 通常就是我可能是运动时间 或者是我才会带 或者是我哪天真是觉得 天哪我的鼻梁 被这个眼睛压得好痛我才会带 或者是我今天这整天 我都是要来进行一个大扫除 就是假如再加了大扫除 我觉得戴个眼睛有时候很不滑 又不是很不方便 然后会滑下来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会带影线 所以我带影线眼睛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真的很怪 因为频率也不高 所以我就想说那也没有什么差 到后来真的觉得说 早做不如晚做 因为这个东西也会通膨 你知道这个雷射的近视 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越来越贵 当然你随着速适 就是有一些普及之后 那当然你可能会 有一些会降价 然后会有新的更快的速适出来 那我这次做的是SmilePro 然后在大学员课做的 这个老实说我蛮意外的 我大概是上周五去咨询 我就跟他说 我其实下下 我就是再过两周 我要去美国 那我会去两周 所以我希望在这之前做完 你有办法帮我做到吗 结果是随口一问而已 我其实就一个 我其实是给他一个小压力 但是我不是 他如果今天跟我说 如果没有办法 那我可能就是等我美国回来再做 这样 就是随口问 他就说 好帮你安排一下 他就跟我说 那你明天可不可以来做 我想说什么状况 就是幸福来得太快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跟你讲说 明天就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想说 太快了吧 现在你就开始害怕 但因为隔天我在新加坡 所以我就跟他说 不行 那你要等我回来 这块就是 我礼拜一回来 那我可能礼拜二要做 但其实我这周也是水深火热 我的工作也是水深火热 我现在这周是忙到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说 我上一周失恋 或者什么情况 我已经忙到一个 我真的是人快炸开 这是各种不同的炸开法 这等一下我们再说 最后还是做这个手术 现在是礼拜四的早上六点 其实我舒服恢复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我真的吓到 当天我确实是几乎没有办法看荧幕 当然确实是手术完六小说之后才可以看荧幕 可以看比较清楚 比较稍微没有那么费力 但我眼睛还是一片雾雾的 到昨天回诊的时候 就是术后的大概24小时 我的视力就已经恢复到1.0 就恢复到1.0 两眼就是已经都是1.0的0.8这样 然后两眼一起看的话 会可以看到1.2 哇好可怕 就是现在觉得说 这个too good to be true 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开始案例身边 所有人去做这个雷射手术 然后近视雷射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很棒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很棒 缺点就是很贵 但是赶紧做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做完当天 我马上跟心理老师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to do list上面 我会时时刻刻提醒你的事情 有现在多理解 一个是动卵 一个就是近视雷射手术 因为我每次都跟他说你要不要动卵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有没有要找一个人定下来 那你应该可能就是为了避免自己会后悔 就是先动卵 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现在觉得近视雷射就是 何不做呢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个近视雷射到后来你的老花 你的老花你还是会需要戴个眼镜 也就是说近视雷射越早做 你享受时间越久 你可以享受不戴眼镜的时间越久 因为到后来这个近视雷射 还是老花老花的时候 一样是要戴眼镜 所以越早做 享受的时间就越久 又讲一遍 大家就这感觉了 我先推荐各位如果有能力 或是有办法申请到赞助的人赶紧去做 因为我这次有拉到赞助 所以就没有问题 所谓拉到赞助就是我爸妈 不是我们大学眼科 这些大学眼科完全没有赞助不住 大概就是这样 我做完之后 我现在第二天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 我很像每次都忘记拿掉隐形眼镜 我睡觉前都会想说 我现在看好清楚 我是不是忘记拿隐形眼镜 然后就发现说 我现在没有隐形眼镜这个东西 所以有点梦幻 当然我有时候看光 还是有一点炫光 那时候看红绿灯 那个绿灯可能 它外面还是有炫一点点光 那是在可以接受房屋内 那是一定还是可以骑车 或者是开车这样 恢复真的好快 真的是吓死 因为以前都觉得说 可能要戴护目镜 什么戴很久 护目镜只戴一天 我只戴一天 然后隔天就可以洗澡 其实你第一天要洗澡 也是没有关系 但它为了保险期间 还是跟你说你隔天才洗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眼睛也不会痛 也不会 就是很干 老实说就是非常的干 然后就一直补人工累议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照它的点 这样 它又给我三瓶药水 好 这个就案例到这边 真的建议大家有需要赶快去做 那今天公司老板 不是 我主管的主管 就跟我说 你都不用戴什么眼镜 你怎么就可以来上班 这样 我就跟他想说 没有接下来 再回复蛮快 这样 反正也很好笑 然后没有讲回工作 这个工作又是一个非常 上周是我相对非常痛苦的一周 就是上周是我很闲 我工作很闲 然后我又没办法出国 就是去了一个新加坡这样 然后新加坡 那周我其实我很痛苦 因为新加坡就很无聊 就是当你人生出了点大事的时候 我反而就觉得说 那我工作可不可以忙一点 但是我心情又没有好到 说我可以就是可以不断录音 这样 虽然我还是录很多 但有些录的东西 真的是没办法播出来 播出来的话 就是会毁天灭地 这样 所以就也没有播 也没有播 就是后来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含蓄的版本 如果认识我 你就知道我私下是多么的 就是我不会指名 我不会指名 但是我之前讲话 是没有到很客气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还是会保 我还是会让当事人 就是 就是 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不会让当事人曝光 或者是说 认识当事人的人 我就不会讲多少东西 因为 我的想法都一样 就是我还是 我对当事人都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 即使有些人当事人可能已经得罪我 或者是说 我这是复数格 因为最近真的是很多人得罪我 我真的是不堪 不能说不堪其 不堪符合 就觉得说 哇天啊 人类真的是一个很讨厌的动物 人类真的还是不要挑战大家的地根性 或者底线 或者是一些 对有的没有东西 有些人就是会那样子 那你也没办法 期待人家会改 那总之我还是都秉持一些想法 就是今天即使这些人 跟我有些不欢而散 或者是甚至有些也不是不欢而散 那我也不会把这些东西去拿做交换 所以如果 我知道有当事人在听 这个当我希望 我希望你 或者是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安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 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 因为这样的事情结束之后 然后我去gossip的人 因为 我觉得我喜欢过 我附属心意过 然后或者说我是你很好朋友 过 那这些事情 就between us 就是between us 这个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也有一个人 他只是他有得罪我 但他的一些状况 例如说他去 他可能去哪边搞到HIV阳性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 虽然他真的搞到 我真的很想翻脸 但我也不会去讲这件事情 我知道讲的是 我知道你知道 有时候你越认识一个人 那你知道他有一些把柄 那结果那你会不会把这个把柄 真的拿出来讲 但是他得罪你的时候 你敢不敢讲 你会不会讲 那我自己都是选择不要 所以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原则也蛮重要 或我自己给别人的形象 或给别人这种 你是不是手扣如瓶 是不是树洞这种 我觉得这个形象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确实也是 基本上是只经不出的人 真的是基本上也只经不出的人 那我就希望可以继续这样子 那也确实这样 就很多人会愿意跟我分享心事 好了 再一个部分讲了点久 就是先半部分就是 我一些情况跟 我最近做了一些事情这样 那我们就来讲工作吧 那这周就突然忙起来 原因忙起来原因是因为 我两周后 我六月十六号 确定可以飞美国 那我到六月初 我才知道 我可以去飞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工作 我再帮大家update一下 我这份工作 其实一直都是全远端 全远端意思就是说 你都不用进公司 偶尔进去 可能被召集人家进去 或是拿一些垃圾东西 可能他们服务会给东西 再进去 虽然我离公司非常的近 但就是大概一站 一站结缘的距离 非常非常令人羡慕 但我就觉得说 全远端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不用在台湾工作 我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我都可以工作 我可以躲在我哥家工作 我可以躲在台中工作 我可以躲在日本工作 我可以去朋友家 在纽约可以工作 我可以朋友家在哪边 我可以去那边工作 大家懂那个意思 然后只要时差调得好 或者是说 那个时间我可以工作 该show up 时间show up就好 在后一趟show up 好 现在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工作公司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发神经 可能是这样 performers有点差 就决定要把我跟 另外一个同事 召回办公室 因为我们这个听很小 我们在听 那时候只在我跟另外一位同事 那我们同事被召回来之后 他过不久 他就辞职了 因为其实他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 非常非常想要远端的人 这样 因为他有家庭因素 我有个人神经病 就是可能喜欢自由的因素 随便 就其实我近几份工作 都是远端工作 进行工作都是远端工作 所以今天 要对我来讲 进公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当然其实我知道我底线 就是我可以hybrid hybrid就是你部分进公司 然后部分不用进公司 这样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provide说 那我们就一周进三天公司 这样 那我后来还是觉得说 我就先做做看再说 然后再看我可不可以调试过来 反正旅游 我也不太会有太长期的旅游 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就是我在一个城市 今天几时我没去过城市 我有时候两三天我就腻了这样 我非常非常容易腻 所以其实这种生活 也让我刚刚好 OK 反正我一周进三天办公室 剩下两天 我可能可以规划旅游 虽然说 那个时间我可能还是要在外面工作等等 但我觉得fine 这样就是 是一个我的底线 好 那也不管 就是也因为我这个原本的工作一直都是缺点段 那我那时候在去年我去西雅图 那时候我就开了一张 这个从西雅图出发的外站票 这个听我们其他几书就会听得懂 这个外站票是什么 就是从旧青山飞台北 然后台北飞新加坡 新加坡飞台北 台北飞新加 台北飞旧青山 这样一个四腿 只是外站的起始点是在美国 通常这个大部分 我们的外站出发点都会在东南亚或东北亚 那我这张票的这个七十点在美国 那时候就确认就想说 因为我那时候去城已经买了 回城的时候就想说 那我就配一张长龙的外站票 那我今年的就是年终 就是六月左右 我就可以再回去美国一趟 那时候打一路一站板 就说那我就每个月 每年的六月都可以回去西雅图 找我哥 白吃白住这个地方 因为美国真的住宿很贵 这个吃饭也很贵 我等于去是可以蹭一点东西 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好景不长 我就在四月时候被没收这个权利 那也就是我今天 我得进办公室 那我六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西雅图了 但其实一月时候 我公司就已经 我就因为我们常常会安晚安晚 我就会随便讲一些 我六月打算去西雅图这样 那时候其实主管就已经知道 所以我大概在五月中的时候 我就跟主管提这件事 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好像对我们的performance 没有非常满意 但我本来就要去西雅图 所以西雅图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再评估一下 我可不可以remote这样 我可不可以这段时间remote 那他们就说好 那我们再评估 最后他们六月一号才告诉我 六月一号二号才告诉我说 你可以去 但我是六月十六号的飞机 所以大家懂那个意思吗 也很好笑 就是你出发前两周你才知道说 你这一趟你去了 然后你可以remote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讲得非常明白 因为我喜欢简单一点 我就说如果今天这一趟 如果没办法让remote 我也是会请市价把它请掉 我大概就这样跟他们讲 可能他们觉得我很讨厌很表白 不管 反正我就还是会这样做 因为这个票没什么好不去的 这个请假 其实我也没有去很久 好那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因为家庭关系我必须要去 后来当然在这一周我终于approve了 但approve现在有个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 我的工作 其实我的听妹 全部都是美 全部都在美国 那美国的时区 我们以前跟他们要开会 或者是一个我们所谓的think up 那这种think up 或者是说有人讲说什么daily scrum scrum stand up 什么的随便 就是同样意思 这种东西会发生在 我们的台湾时间早上八点 或者是他们美国时间的下午五点 也就是大家取一个中间纸 我们早起一点 他们晚下半一点 然后去开会这样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因为其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对我们听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就那到底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灵机一动 想说反正你竟然这个 六月中你都要来美国 对不对 那美国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同一个时区 那就基本上同一个时区 顶多正二 正二付二 那你都同一个时区 你就直接参加我们美国这个team的 因为其实我还是算是美国team 然后我就直接参加 他们这个think up 这个会议 每天的成会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好啊 反正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时间跟你们一样 我当然是可以跟你们对 这没有问题 但他们有人突发气 想说 因为这个我们一个spring是两周 我们每两周会派一些工作 那你要不要做完这样 那这个每两周呢 他就说 那因为你的去的时间 刚好卡到一个中间点 所以那你要不要就是先提早 就是加入我们这个 这个美国team的这个 这个成会这样 所以这个成会呢 就会在台湾时间的凌晨一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六点还醒着 原因是因为 我刚刚连开了四个会 我刚刚连开了四个会 分别是一点 两点半 三点 跟四点半吧 就是他们一年开了四个会 那四个会 其实都是跟同一批人 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瞑目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spring的开始 就是每两周 我们会开一个会 要planning 这两周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还要讨论上两周 其实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进 这样 那讲简单一点 就是工程师Scrum 那这个很常见 那就是 但是差别是我现在在一个非常恍神的情况下 没有到很恍神 就是很累的情况下 然后去开这个会 那对 然后我未来这两周 因为我现在是8号吧 今天是8号吗 今天是8号 我一路到16号 虽然我在台湾 但是我全部都要半夜去开会 这样 那我就超级头痛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疯狂的熬夜 这样 就是虽然说 只有今天会到这么什么 就是看到太阳这样子 接下来未来几天都会是什么 我一天要开会 可能要最晚开到两点这样 我可能会跟他们下一个dayline说 如果两点没开完 我还是要下线的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就很好笑 那就是我要参加美国会议 结果呢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前两个月说要进公司吗 那我就暗示性的问老板 我的主管说 那这样我凌晨两点开会 那我还要进公司吗 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这样问 是因为其实在过去 我可以full remote那段时间 我可以全远段那段时间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早上会有个晨会 我们从八点开 那时候常常会开到中午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有时候你真的要准备出门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或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 这个team 我加入之前之后 这个team是full remote 那一直到我加入的大概 第五个月 还第六个月 还第七个月的时候 就改掉这样 那就很好笑 所以那时候我问 我问主管 因为我们主管也换人 然后那个主管 现在这个主管就说 那就我还是建议你 就是半夜开他们会 这样子你早上就可以睡到宝啦 然后下午还是麻烦你进公司 这样 我就很火大 我老实说我非常火大 就是其实原本的会是八点 那八点的话通常是怎么样 我平常的生活 就是我八点早上起来开会 然后我就开完会 开完会不知道是几点 我说九点 我说十点 我说十一点 现在通常都不会开太久 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废话 就是回去 开完了吗 没了吗 好了 我掰了 这样 那有时候会回去睡觉 我会去睡个回笼觉 这个是工作loading比较低的时候 有时候loading比较高 或者那天是没有睡意之后 那我就会开始工作 我就工作到一度工作下午 那下午的话 我们公司 我的主管是规定 一点要进公司到五点这样 但我后来我都不会这样进 因为我就想说 我他妈八点起来 然后你叫我一点进公司到五点 这样子我是八点到五点 这样子我为什么不去 一般公司上班就好 为什么我要找这个工作 因为老实说 这个弹性其实还是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弹性其实是有换到薪水的 我意思是说 你弹性越大 其实薪水是会越低的 如果你洗 你可以接受什么 你上班都可以 什么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这种薪水都会很高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种再平衡的两端 那我怎么选 那今天如果他越不自由 那我就期待他钱要给越多 或者是我可以去换到 同样也是不自由 但是钱更多的工作 那基本上这是我自己的度两痕 那每个人不一样 那总之呢 现在就是这个主管 今天就劈头跟我说 那你就半夜开会啊 这样 那我就想说 当我们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强调 Word life balance 你知道就是 那种外商 或假外商都很喜欢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这个Word life balance 就是 其实你越缺乏什么东西 你就会越讲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这样 就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你也不希望别人误会你这样 所以 他就是这样说 他就是这样说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他那时候 就还沾沾自喜 说我们是 我们这个team很Word life balance 他是说 因为他管了两个大厅 那我们是 应该是他管一大一小厅 然后就说 我们那个大厅 其实都不会这样 那我们已经 实行了好几个月 这样都没有问题 大家也很炫耀说什么 我们开会 只要到12点 那大家都是 feel free to drop 就是你可以随时都可以挂电话 这样子 因为这个我们12点 我们这个大家要睡觉了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睡觉 所以12点之后 其实我们都不会安排会议 其实安排会议呢 我们还是会 我还是会跟他们讲说 no不行 我不能让我的member 就是stay up这么晚 我就不能熬夜到这么晚 这是不到一年前 他对我讲的话 意思就是说 他是很挺员工的人 他是很挺他自己人 那现在跟我讲说 如果这个 如果真的要开会的话 那你就开到三点 但是你明天早上 就不用开会这样 我想说废话 因为我开这个会 就是因为 我早上八点的那个会 原本就是因为 team只剩下我一个人 台湾的team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直接加入美国的team 直接去跟他们开会 所以废话 这两个会本来就是二折一 这本来就是二折一 因为它都是这种成会 只是一个成会是台湾成会 一个是美国的成会 那以前都是 美国那边会有一个人代表 然后跟我们 就是他们那边技术主管 会跟我们再开一次会 要交代我们要做什么 或者是跟我们讲说要怎么做 这样 所以那以前都是他们牺牲一些 我们也牺牲一些 现在就变成我要直接改过去 我直接跟他们 我直接两会并一会 然后我用半夜时间 然后你跟我说 那你就最晚就是到这个 就是 我念一下 他说我想是这样子 你回台湾后 只参加美国team的相关会议 也许最晚参加到两点 或三点 然后就去睡觉了 你就不用担心 隔天早上还要起床 开台湾的 台湾的成会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的口气就是这样子 他的口气真的就是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隔天早上还要开台湾的成会 惊叹好 他的口气 我不确定 我是觉得我被嘲讽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超级火大的 就是我很想按怎么问号 或者是按个愤怒 这样子 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攻撒小 你可以 有什么样子的主管可以很心平气和的 然后这样跟你讲说 哦 这样子你就开到三点哦 你就开到凌晨三点哦 这个不是什么开到什么十二点 或者最晚一点 他说三点 哈喽 如果我还是三点 我为什么不去台湾电 不是啊 我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可以坐到这么晚 为什么不去轮班转呢 懂我的心里有这种感觉吗 然后我就很火大 我想说 其实哈 我跟美国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美国其实那个主管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这样子两会并一会 那你参加我们这边的话 那我是建议啊 你就不要进公司了 他就是这样跟我说 是美国人这样跟我说 那我建议你就下午就不要进公司 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会太累 我就觉得 如果他们问我的话 我会说 我支持你不要进公司 I will support this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哇我已经得到 我自己主管的支持 那因为我们的公司 基本上还是一个 还是软体工程 所以就是以技术为导向 会比较组 会比较为主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 就转传给 不是说转传 就是在用别的方式的打 就是Letser给我的 用我的主管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的 那我的主管呢 其实在台湾这个主管 就是刚刚跟你讲说 你明天早上就可以比较参加了 这样子 这个东西就是 他其实是不管世人 他只管人 他只管你的什么 他也不知道 实际上我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他只会听到说 美国听对我的工作满不满意 那如果不满意的话 他就会来盯我 那如果满意的话 或是没事的话 他就不会来盯我 他就只会管我 他在牵牵我的出去洗 这样子类的 然后每个月跟我玩一玩这样子 所以我想说 就很废啊 就很废啊 他就是专门管人而已 他就完全不管这些什么 事情工作什么的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 一个没什么批用的人 对应该是说 他对于我们的产职啊 他只能压榨 他只能用压榨 那其实 他真的是 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贡献 我是觉得没有 但是本来就是一个中介主管 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啊 但我觉得中介主管 有发很多种 一些是真的是可以带到心 一些人真的是 他可以有一些技术的support 这我全部都语过 但是他是完完就没有办法 但是呢 他的这个为人处置 就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好笑 就是他跟我讲说 那你就是这个做到三点 明天早上就不用开会 那我就想说很好笑 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睡呢 是因为我明天早上11点 我还有个course要上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 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有一些 定期有一些course 就是课程要上 所以我现在睡了后 我大概10点半就要起来 然后我要开一个 我要上一个course 那course要维持 4个小时 我到下午3点 都要上那个course 所以我就想说 哇 我其实不是一个什么manager 我不是一个什么大咖 我不是什么CTO 我每天都要 我要这样开会 然后我还要交出 我development的 我需要我开发等等的 最后这个公司的主管还会跟你讲说 那你为什么这个东西没办法做 为什么今天没有deliver的东西出来 我就想说你是有给我时间吗 我今天半夜我开了5个小时的会 然后早上我再开一个4个小时的course 请问我今天9个小时的公司就好 你一天买我的公司 你只买了8个小时 我已经开了9个小时 而且我还没有跟你讲说 这个我有5个小时 根本就是在半夜 我就是在半夜 然后这个半夜 就是我真的要跟你算什么业绩加成吗 就是你也没办法算 就是我觉得基本 就是你不要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 所以这个 我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非常非常的活大的 那更活大的就是说 常常我是这样子 我在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时间 我在工作 还是总是有人会跟你讲说 哇小学都不用工作 我出国别人就想说 哇小学都不用工作 我想说操你妈的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在玩的时候 你在夜店的时候我在干嘛 每次我都是这样想 但我后来就算了 反正敌能儿永远是敌能儿 这样就永远都觉得说 人家的前提的时候免费 一定都是富二代 一定都是包养的 这种低能儿 我觉得就算了 反正 有些人就是眼界很低 好那这个不管 这个顺便嘴到人家 好那反正 哎 这个工作真的是 其实我就在思考怎么办 因为我现在到这个 去美国之前 或者到去美国之后 我应该都会 要参加美国 这个也就是 台湾时间凌晨一点 那所以我在这两周 我在未来的这4 5天 我非常的痛苦 会非常痛 那我觉得4 5天就算了 因为这一周 我是可以认过去的 但是在美国 美国就是正常时间 就会是美国时间的早上 这样 那你就没问题 那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 听leader 就是技术主管 就跟我说 如果OK的话 其实你回来 可以维持这样子的 开会时间 这样 就是日未 会是凌晨一点的 开会时间 那才会有刚刚 我的主管 我的台湾的主管 才跟我讲说 那你就这样子开 你就跟他们一起开 然后早上就不用开会咯 对 然后我就 我现在在思考怎么做 我要怎么处理 我当然是 我的支持者的个性 就是当然会讲说 我没有要这样开 那我没办法记住 这样 那我们还是恢复 就是早上8点的回家 然后我宁愿早上8点起来 我也不要半夜 因为我就是觉得 我老实说 我觉得半夜 我觉得半夜比早上还要痛苦 我真的觉得 不太重要 因为早上还要痛苦 因为早上我至少 我可以 我8点 我至少可以12点睡 然后我睡到7点58分 我可以睡快8个小时 但如果你今天是半夜的话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睡 因为你早上你看到太阳 就不累了 然后你每天都睡到中午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生活 就是你每天睡到中午的生活 你真的会 你真的看太阳 你真的越看太阳越少时间 或者是每次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都要睡觉 其实那也会大幅的影响心情 我自己的一个理论就是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状况不好 或什么 或你今天心情不好 或你身体不好 先把你睡眠补齐 先把你睡眠尽量补齐 一天可以睡到7小时8小时 不行 礼拜六礼拜天赶快补回来 因为睡眠真的超级无力重要 至少对我来讲 我的皮肤状况 我的心情状况 跟我各种方面 都跟睡眠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都会强迫我自己 尽量每天都要睡7个小时以上 那因为我的工作形态 过往来讲 都可以support我 只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生活 就是工作录音 然后顶多偶尔朋友 可能偶尔对象 偶尔有家人 偶尔出出国 但是其实我刚才 我真的是每天我都睡 正常来说 我都睡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 对我来讲太重要 也是稳定我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也推荐给大家 真的睡觉超级无力重要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那我也尽量 就是不要压缩到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今天他要这样子跟我说一点开会 因为这一点开会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说什么 他们会开到几点 像今天他们就给我开到了 他们其实今天表定是会开到三点半 结果今天给我开到五点半 那我想说那怎么办 对不对 我想说戏 如果之后你根本一点一点给我开到三点 那我怎么不去死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年8点开到10点 因为8点开到10点 我中午还可以再回去睡两波 大概就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决定 我要怎么样跟主管讲 因为我主管就是一个七八人 主管就是 讲简单一点 他们还是想看到我进公司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我半夜 就是你会 是你你会接受这个offer吗 半夜开会 然后你不知道会开到半夜几点 虽然我们通常是一个小时内结束 如果今天运气不好的话 你就会三四点 很恍惚的时候再开会 然后你下午 势必是要进公司 然后你可能是一点到五点 虽然我进去的时间 通常都两点到四点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牺牲很多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累了 不要逼我了 你今天如果这样子 我都已经进去公司 你还要搞我的话 那我觉得我就换工作吧 我觉得我已经退到一个 我已经觉得你不要再搞我 但现在他又搞我说 你今天半夜 你今天就半夜去开会 到底什么主管会叫你半夜开会 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们没有外商成那样子 而且一直以来都没有人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 regular的半夜开会 有时候会半夜开会 Yes 但是可能是一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每天开会 That is not healthy 好吗 你真的 这个到底是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真的是很 他们真的 什么Worthy Balance 真的是自己讲开心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活道 我非常讨厌 讲Worthy Balance 的一个主管 因为通常这种人 他根本就真的做不到 他真的做不到 然后你其实之前有什么concern 然后就说 先生我现在公司 帮我现在希望你进公司 什么的 这东西你其实可以讲 或是说如果你performance 你可以deliver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东西准时调出来 换到我们可以考虑 那你也可以说 那我们就先试试一个月 试试两周 我们来试试看 但也都没有 就直接打枪 然后跟你讲说 你要到三点 我想这是 这是低能儿 所以我讲这么多 还是真的不要再讲说 我什么工作很轻松 什么的 你厉害你来赚 你厉害你来赚 你真的觉得 That worth it 至少你要先跨进来 这个门 你今天是其实跨进来的 你能够接受这样子 好那你就来吧 反正我们这边 我也不太确定有没有缺了 这个最近有人问我说 你听上还没有缺 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上 是没有要补人的 因为我们这个听上 原本的认数是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我剩下我一个人之后 我刚刚说四个人 五个人是指台湾听 那指台湾听 有四个人五个人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台湾听 那我还要去 为了要配合人家 为了要满足人家 我去 去救人家的时间 这样 然后去救人家时间 你自己在台湾的主管 也不会stand by you 虽然他就说 我对我很照顾 我自己下属 但是no 他直接告诉你说 好啊 他这样子太棒了 你知道吗 他是在 在美国这个主管 在讲说 其实那你可以加入 我们的这个Sink Up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口气是什么吗 Wow That would be great 我想说你到底great是什么 开会人又不是你 他就说 Wanna be great 感谢你的什么 感谢你的这个 很周到的一些想法 就是其实可以 可以把两会并一会 什么的 就是我的主管在那边称赞他 那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在称赞什么 因为他又不用来开会 他又不是需要在 他就是在后面 然后在那边讲说 你东西怎么 你今天东西怎么样 状况怎么样 他就是一直在问的 问的那个人 这我就觉得 我有很多 Scrumb Master 或者是PM你知道吗 就是会一直问 一直问 一直问这样子 有够房 有进公司 他每次都要大话 他每次大话 都一定会讲这个 就说今天做我怎么样 我想说 我想说好 那我就随便答应个话题 跟你聊这样 但是我每次心里就想说 好我做不完 然后又人怎么样 又人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唉好了随便 反正这个 我都不知道 我下次跟他玩 或是下次面对他 我到底跟他讲什么 我很想问他一句话 是你真是想把这个Tim 全部人都弃走 是不是 因为那个Tim 从原本那个size 到现在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或者你是真的是觉得 这个Tim要摆烂 还是说 现在有一个 那个有一个 direct order 直接说 你今天你要把这个Tim 给消灭掉 如果你消灭掉的话 我们就把钱加到你身上 之类的 我真的觉得太荒谬 我真的太荒谬 我到底是在干嘛 而且你知道 我们在 我今天在跟美国开会的人 他们都一直讲说 现在他们resource很少 我觉得他们其实 工程师真的是不够 废话 这些工程师该走都走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够 美国那边有走人 台湾这边全部走光 只剩下我一个人 怎么会够 怎么会够 所以我就 我真的不太懂 我真的不太懂 这个结构是怎么样 但因为我也不知道 那个level 所以就算了 我就是能做一天算一天 这样 然后这个工作 就是现况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的 不定时 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砸下来 然后有时候就会 又突然没有压力 像我前两周 其实相对是行的 然后就突然在这一周的礼拜 礼拜一 突然就砸东西下来 然后必须要赶快把它喷完 然后现在又砸东西下来 但现在东西是少的 东西是少 但是我就是要开会 这样 我觉得好烦 真的好烦 就是怎么没有一个非常非常balance 因为其实以前我的其他工作都是 他可能只要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那有会你就一定要参加 没有会的话 你就自己安排工作时间 那每天都会 每天早上都会有快速的信号 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 然后就看你昨天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基本上 我可以在每天任何时间 我抓了两小时出来 有时候快一小时 我就可以把它做完 这是我最理想最有弹性的 这个这个圆断工作 但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现在这个很多都是很多很多会 而且这个我的主管动不动就会说 那你要不要你就是进公司开一个会这样 那进公司开那个会是别的team的会你知道吗 他要我去开人家的team的会 我都不知道我要开那个会要干嘛 那会那里的人我没有一个人认识到 他叫我去参加 他已经这样子召我进去很多次了 那只是然后我就刚刚我其实原本有想问过他 然后他们他们我有比较委婉的问问 他们就说那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想说这困难不就是我根本不想参加 这个不关于我的会吗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些会 反正我只能说有些 我真的是觉得台湾很多的主管 真的是很不会管人 所以只会用一些限制来做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糟的做法 真的是一个很糟的做法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求说 这个产出要足够的话就算了 那如果你因为你觉得什么东西不对 或者你看不到人而去做管理的话 这个管理上真的是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 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大概公司是外向 大家进来都是有一个自由的心 大家都想要就是 想要没办法变成Google 那你至少可以类似那样子 比较开放一点 我比较有一点都用新创的感觉 但你这样子的脑袋进来这样管理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苦到大家 好像也是苦到你自己 因为你会觉得大家很难管 那大家也觉得你就非常靠谣这样 因为他就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有出什么问题 我就加一个会 我就加一个regular会这样子 就是我会觉得何必呢 何必呢 反正这个我前几集 如果你去听前面的工作形象 我也有抱怨 那这个我就不再赘述 因为这个主管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这个主管的问题是他所有的team member都有在反应的事情 反正有时候他就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太适合当我们这些人的主管的人 但是因为他是主管 所以要么就是他走 要么就是你走 那就是比谁气强 那通常他都会赢 因为他就会想进各种方式 把我们都给搞得非常的名不了身 这样 例如说 今天你半夜还是要来开会 然后你晚上还是要来 你现在我们还是要进公司上班 这样子 我想说 那我要什么时候睡觉 我要什么时候睡觉 这样 真的很好笑 真的是 他到底他真的知道在讲什么吗 就是他真的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吗 我下次如果他改道命再问我 我就问他说 如果你的儿子 如果找一个像这样的工作 他主管这样问他 你会不会叫他离职 我在想要怎么样比较委婉的 跟他讲这件事情 那我想不到 我完全想不到 我今天就一直研练 就是我要用什么嘴脸来面对他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觉得 怎么会有人找 怎么会 怎么会有人有这个 我跟你 为什么会 另外一个想 另外一个件事情是 他带了另外一个team 他带了另外一个team 他们的工作时程是这样 一周进三天公司 这跟我们一样 进公司的时间是 一点到两点之间进 那他们大概四点到五点会离开 那他们每天开会时间是几点呢 你猜猜 是下午两点 他们是下午两点开会 下午两点 所以他们一周进三天公司 那他每天都 每天下午两点都要开会 那我 我到底在干嘛 我半夜开会 早八开会 就算了 然后我还要进公司 就是我就想说 哇这个你要怎么平衡 你不知道怎么平衡 而且那个team 他是有十几个工程师 我就一个工程师 然后我要配合 我还要被你当狗干 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荒谬 我真的是不知道 他的所谓的managing 到底是在managing什么东西 也难怪 因为其实大家都离开了 大家都真的是受不了 也不是第一个 我不是第一个抱怨 也不是最后一个抱怨的 我反而是扛压扛最久的人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们就看下去 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偶尔会讲说 我自己在找工作 原因就是因为 我真的受不了这个主管 我这个工作本身没有问题 这个技术主管那边没有问题 语言没有问题 然后技术也都还算match 但是就是这个主管 常常会在布定时的时候 搞得我非常非常活大 这就是其中之一 好了 那这一集就先讲到这边 就是我最近工作的闲聊咯 其实就是全抱怨这样子 还有一些前面 我最近的近况跟着大家更新 因为我现在好累 我现在已经6点40分了 我要准备去睡觉这样 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话 也可以把这集分享出去 或者是可以听一下 我们前面几集 最近我非常非常多的 近况的一些抱怨 或者是一些分享 然后大家就听一听 就是你知道 每个人人生当中 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没有看到不代表没有发生 然后我觉得大家 在努力过自己的生活 我也在努力过我自己的 然后但是我分享这些东西 也希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即使今天只是陪伴你度过 你今天上班很无聊生涯 那就算了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 每个人的样 每个人人生样貌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大家也是 工作加油好不好 对人生加油 人生不如一世 十十八九 下一句话我就不念了 好就这样 我们继续到这边 我们继续就到这边 拜拜